南投县政府年底将在南投市举办大型活动 其中从猫罗西一道国道三号桥下的沙雕公园 最受到各界瞩目 县长林明珍这天也特别来到现场会刊 他并且要求观光处要规划更多的农场展售区域 另外在交通方面也准备了两千多个停车位 以方便开车前来的游客 在南投县长林明珍的带领之下 县政府团队一起来到沙雕园区进行会刊 除了监督工程进度 也要加强周边的设施 随着时间越来越近 让各界是满心期待 南投县长林明珍除了看土以外 还穿着皮鞋在园区里巡视 就算路途遥远沙尘满天飞 还是坚持走完整个园区 这要整理好以后 这要撞干了 整地都已经整好了 那么整地整好之后 我们就马上就要再进行沙雕的创作 所以这个区域 我们希望这个花包单位 承包单位 能够近视的来配合 在年底之前 一定要把它完成整个 沙雕园区的推动计划 身为农业大县的大家长 林明珍要求观光处 规划更多农产销售区域 让农民能够增加收益 另外在交通的部分 也规划了许多停车的地方 那么在停车场方面 我们都已经有详尽的规划 如果这边停不够的话 我们还有吃药的停车场 我们都正积极地在规划中 我们至少要规划有 2000位的停车会才可以 目前沙雕无化园区 正在进行整地 许多挖土机都已经做好准备 最快在这几天内 就能让艺术家进行创作 另外也会规划更多的休息空间 游客的部分在动线 有700多公尺这么长 那在参访完我们的沙雕创作区 在回程的动线上 希望可以规划一两处 有座椅有休息区 有一个花园的一个营造 让游客可以来这边欣赏沙雕作品 回程也可以很舒服的休息 那现场有一些现场的指示 就是像我们也都会在期限内来敢办 为了年底的大活动 南投县长林明珍 将一年一度的沙雕活动 移来国道3号桥下 不只活化空间 未来民众欣赏沙雕 也不再需要晒太阳了 记得这么想南投县 采访不到